很多人生在美兰的中国 我其实从一个公司的公司看起来 但我经常觉得这一件事会发生在加拿大 我从我的生命中非常有趣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是六四的时候 所以别人的胎叫可能是莫扎瑟 我的胎叫是六四 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谈论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当时对学生的同情和那种心痛 就知道到六四了 在美国参加这样的活动你会感觉到害怕吗 很害怕 就是会觉得万一这件事情被国宝看见了 然后又找我爸我妈要怎么办 那为什么还要站出来 如果从来没有任何人站出来的话 就从来不会有任何改变 所以总得有人站出来一下 比起风险还是让自己心安更重要 可能八九六四对这里很多人来说都会是一个政治啓蒙来的 希望大家如果有啓蒙可以更支持一下 六四就在那里面是关系的 六四可能是有六个时代 但我认为六四 之前我们这边是有一些香港的老华侨他们负责 然后因为一九年之后就交给我们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duty 是我们的责任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去为我们自己发声 我们单单不单单只是为六四的纪念活动 我们也是为了世界不公益的幸运出生 这一次你和来自大陆的白纸运动的青年一起举办这种活动 你觉得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很多其实可能很多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他们可能会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 可能香港人觉得中国人可能很多都会是找粉红啊什么的 其实但是和他们的合作之中我有看得出来 他们也是也挺有离散的朋友 所以他们我们也很激起他们 从来没有一个民主事业或者民主运动 或者争取香港的未来是不需要付出代表 也从来没有那么快的一个过程 可以达到我们心中的理想 我这次感受后就是这次出现了新鲜面孔和年轻人比较多 白纸运动以后年轻时代的觉醒反映到了六四纪念活动 我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坦率讲我们还能再有几十年 可是对于今天年轻人来讲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 因为他们还有更长的人生的轨迹要走 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未来他们的孩子 都应该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 而这个环境他们要靠他们去争取 对不对 就是你争取这个自由不仅为了你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能够下一代过得更好 现在到你的照明观ỏ 这个打死的 在哪里 我个人想一下 还真不用太多 其实温暖 ami 你们有两阵子